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 每天 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花野消息 臭大事 这个视频 出来的5月4号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给大家逃命的机会 给大家 我们广东话就是什么 呆猴讨快 把这个头盔戴好了 遇到这个巨大的冲击 将要来临这个准备的时间 逃命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依然不多了 还有5天 5月9号迎来巨大的冲突 现在你看最近 这个视频给大家 梳理最近的 一点点线 你把它抽丝拨点 拨开洋葱液 你就看到 一点点线 现在是双方 不是双方 是多方了 不得了了 是已经拉开架势 炉起袖子 马上就要加油干了 马上一波大的 玩大的 就麻烦大了 所以我多次想掉了 今年 今年你就甭想赚钱 整天说利息利息 这个10% 5% 今年 尤其是你在墙内 尤其是你在墙内 你能保住命都不错了 你不饿死都不错了 你又能保本金都不错了 你本金你搞得了几次团购啊 管你一个月 买菜的买你两万多块啊 像上海那个 是吧 你就是有一点现金 一般中产家庭 你说他 他有个一百几十万 净值吧 对吧 净值里面 你说现金有个十万八万 差不多了 净值里面很多是房 卖不出去的 不能 现金挣个八斤 流动现金 一般中产阶级有个十万 大八万差不多了 就是在这放在银行户口 没有做任何就投资的 仅仅是现金放在那里 随时的流动了 这十万八万很算可以了 一个家庭就有十万八万 就腾空放的 这是很可以的 你买菜一下子买 买了两万多块 你能熬多久呗 你说呗 所以今年保命都不错了 马上开启我们给他警告了 昨天本来是这么一个细节的新闻 铜江中俄铁路大桥 为两国人民搭起了通往幸福的桥梁 通往幸福 哎呦 哇擦 玩独准了 通往地域差不多 啊 这个俄新社报道啊 引述了啊 俄罗斯横跨中国 黑涌江通往中国的首座跨境铁路桥啊 开通 很多人这个新闻啊 就说哎 这个就主要的那个点呢 很多人就放在 因为俄罗斯很恶心的啊 这个桥因为是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建来了 一直全部中方出钱 俄罗斯不让给中方建嘛 所以哎呀 都是这样两方面的互相不信任的 像俄罗斯对着什么中国这么大个 叫做也是个大国嘛 中国也是这么大国家 在后面俄罗斯是不放心的 因为他主要首都啊什么的都在西边 远东这边呢 他他要真打起来两下子 他没有还手之力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一直以来俄罗斯对中国也不善放心了 对吧 但是呢 我的重点 我倒霉放在这个啊 习近平点点点点点 呃 跪天普京啊 热脸贴冷屁股啊 我倒这个除了这个以外 我马上我就警觉了 我看到这个新闻很 我看到全网全部实证是媒体没有说到这个点了 这个新闻一看 你就知道什么 这里呀的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一个铁路 他说的是啊 短短两个月就把几百公里铁路修出来的不可能 修铁路几两个月能修出来 没有两年年修出来 你还两个月呢 啊 打基础啊 怎么怎么搞啊 他实质上啊 实质上是2021年8月份贯通 你看到没有 你看巧不巧 非常巧 这个桥就这个桥的建设 就什么 妥妥的 这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你就这个桥的进度 你说你洗包子 你不知道俄罗斯打乌克兰 你说你不知道 那简直不是知道 他们就是2021年8月份已经贯通这个桥 他们是早在做准备了 因为 因为俄罗斯是 好久了 2014年啊 是已经几年前就打克里米亚了嘛 当时已经有个底了吧 啊 已经在处心积累了 不是开玩笑的 好多年前在做准备啊 你像2021年8月份贯通 啊到最近完全通车 里面背后就是中俄 你看 你说他们没有 几年前就开始做这个准备 我这妈的 不可能 一个铁路 你要派人过去勘探 哪怕全部你中国做了 俄罗斯他们一点没做 你要派工人 你要多少工人建几百里铁路 你知道要多少工人 俄罗斯不可能有人 你现在都在打仗 远洞这边 你就是把所有这么强强重劳动力 全部拉去建几百公里铁路 这两个月建不起来 中国要出人 要出钱 要勘探 要做土质采样 不然你那铁路 你以为就扑扑的地上就行了 下面要做硬化处理的 不然那火车一经过去就打了 这不是那么简单 绝对不两个月 准备两年差不多 建个高速公路都要了 还说铁路呢 所以这就是妥妥的 这给西方又递了刀子 俄罗斯和俄爹 又给西方递了刀子 习近平很久之前就跟普京 就这个就是证据 这个大桥就是证据 很久之前两个人就密谋 对乌克兰实施军事打击 冬奥会之前是最后最后拍板 这个就离下多少年 因为这个大桥呢 你打也可以建 不打也可以建 对不对啊 所以就对于中国大反正大傻逼嘛 所以这个中国出于就各种考虑 他可以提前做这个工作 但是你说他们里面是不是有各种考虑 你说不知道建出这么个大桥 几十年以来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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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省跟俄罗斯一直以来没有个大桥 你说不知道不可能 刚好最近你看呢 我看到很多频道都在讨论呢 什么江峰啊 就是这个什么 美国众议院4月27号 以394票赞成3票反对压倒性通过了 共和党提出的关于评估习近平如何干预和妨碍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 你说现在是各方面拉开架式 这个法案为什么这个时候通过呢 全部都在一个时间点 什么时间点 5月9号 5月9号干嘛 5月9号是那个俄罗斯为国战纪念日啊 为国战纪念日呢 是这样啊 现在的普京这个情况呢 他只他不可能认输啊 对啊 他就 要不就宣布胜利 要不就扩大战争 他现在胜利不了啊 胜利不了啊 那就只能什么 扩大战争咯 其实有个重视的宣战啊 对整个西方啊 对整个乌克兰 或者说动用核武器啊 所以你现在不知道 这这一步走的究竟有多开啊 这不止卖的究竟扯的蛋 有有多扯蛋 现在不知道啊 因为 因为现在这这人 就你独裁者就是一恋之间 你不要说肯定不会 没人敢说肯定不会 连习包子都不敢说 因为习包子 不是不是说的 普京完全听理习包子 现在普京就是一超风 马上扔个核弹 是吧 那你5月9号 把我们全面开战 因为他要调动这种情绪 你想想这个这个时间点 要不就是扩大战争 奶奶的我们都要杀啊 是吧啊 这个鼓动一下情绪 把情绪拉上来 要不就就他也胜利不了 现在宣布胜利 谁谁听你的呢 所以大概率5月9号扩大战争 直接就全面开战 对乌克兰啊 你现在乌克兰反正打也打了 而且乌克兰 你看各方这个矛盾升级啊 你看这个乌克兰啊 我都看了看了 折连斯基啊 5月1号接受希腊媒体采访时 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了 恢复自己的领土完整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啊 这个援引折连斯基的话啊 俄乌冲突 现在所有港口已经被关闭 这个一次过全打回来 啊 因为乌克兰啊 所以里面也有各自各自的小算盘 也有嘛 是吧 我们也顺便也是没没跟进俄乌局势很久了 你想啊 就对乌克兰来讲 他这个时候 刚好就把所有人拉下水了 说句不好听的啊 我也没有说神话折连斯基 折连斯基这一次真是成功的 就对于一个成功的政客来讲 他是成功的把所有人就拉到这 他这条船上面来了啊 借着这个乌克兰说可以是一种政治正确 也可以讲是利益的牵扯啊 他就把整个西方政策就拉到他这里 所以他是成功 折连斯基非常成功 在这背后呢 所以你看到美国为什么一直以来没有出兵呢 给武器嘛 对不对啊 大家还是有非常相当的考虑的 不过上网上他妈的打 啊说 这真的是网上网民是随便说是不一样的啊 为什么不出兵 美国赶紧出兵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而且给几个武器 现在乌克兰完全打赢美国 给的 我敢保证 各国给的武器不是绝对百分百真实力 真家伙还不敢给你乌克兰呢 是不是啊 真的他肯定留一手啊 对于每个国家来讲 英国也好 德国也好 美国也好 肯定留一手 对不对啊 不可能我那么真家伙 那最好的武器全部给你嘛 就是给了一点恶陷武器 你乌克兰已经把这个俄罗斯打的什么 砸的尾巴逃跑了 对不对 那 好不容易 现在就再争取什么重武器嘛 大家都看到了啊 重武器就上了 就是这次是个千载难逢机会 对于乌克兰来讲 这就这次机会 直接把克里米亚拿回来 过了这个机会 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呢 等一下就对于乌克兰来讲 是不是啊 所以啊 乌克兰这边也不消停 他也不会说点到剂子 如果你把克里米亚也拿回来呢 呃 现在对于这些地方来讲 其实他他有没有一个 他很封闭 说句不好听的你 你现在听不到这些地方的人的声音 你你不好说里面的人怎么想 因为你你现在以前好歹跟着俄罗斯好像有肉碗饭吃吧 俄罗斯好歹比乌克兰强啊 有种这么个感觉嘛 啊 但是你你现在俄罗斯被制裁的够呛嘛 是吧 还要加大制裁 那这些地方还还愿不愿跟俄罗斯 我觉得是比较暧昧的 所以里面这也是一个变量啊 就是真打起来 里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能不能收回呢 你说克里米亚这些人 嗯 里面可能也会分两派啊 就就看哪一派人多了 就就说哇 现在乌克兰可能通欧盟护照了 我经济越来越好了我啊 说不定把俄罗斯打垮了我 那可能跟这边还好一点咯 那跟着俄罗斯也没放车咯 可能就有人就倒过来了 倒过来倒过去 我们再说说中国啊 因为中国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 之前有一个新闻啊 安邦咨询啊 他就是美欧预计 年末和明年初啊 这个看来也是比较正确 你看 当时他是4月26号发这个言报 就说 会对中国展开俄罗斯式的制裁 这个说的没错 因为俄罗斯会更加升级 会升级到2.0制裁 因为你如果发生全面战能 那对俄罗斯的制裁会继续升级 那中国也 现在也有一些制裁 就是从现在在中国也升级 两方面都升级 中国就升到现在俄罗斯这个级别 刚好很多因素牵扯的啊 本来这个什么什么所谓的中概股谈判 这些还在谈 然后这你肯定就被人抓的小鞭子 比如我说的这个铁路 你说这些铁路的资料里面 那有些反习派或者什么的 把这资料就漏给了美国 你说真没一点沟通 建这么大个桥 之前就有没有反映出来两个国家 那肯定就是了嘛 这么大个项目怎么怎么怎么就愿意上呢 而且全部是中国出钱 啊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你这次 是不是啊 你为什么全部出钱帮他干 你你你你背后是什么什么圈嘛 你属不属于支持的俄罗斯军事军事行动 你完全不赚钱 你图什么 你图什么 是吧 所以你怎么解释 你怎么解释你这种行为 那就是中国是不是 所以在这中国肯定 啊就估计啊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大家不是开玩笑啊 啊 这个这个5月9号又是个关键的时间点 要看这个升升级是肯定升级的 要升到什么级别 要是动用了一个小型的核武器 那玩独子啊 玩独子 那那么整个世界又又又又得就大震荡 欧美股市也会跳一波水的啊 全世界都会跳一波水的啊 要要是动了核武器 啊全面战争我估计都会抖三抖啊 所以现在去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正式宣战 在魏国战争那天啊 可能性非常大 非常大 哎 要不就普京下台 因为你你总得有个人负责任的 哦如果你不打了普京下台 普京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很难 因为过去这么多年 我觉得俄罗斯这个民族已经退化了 就是你弄了这么多年 就他他有一种退化机制 很多国家包括中国 包括俄罗斯 包括长期领导人不更换呢 这个国家会陷入一种 呃或者说长期处于这种威权体制里面 呃他会退化 他有一个退化原理啊 哎呦我们不展开了 反正这 他已经非常退化了 他现在能够一拍老门能能够认认认爽的机会 还是非常小的啊 那那连中国那他一拉高调门子啊 这个扩大战争 中国就被拉下去水了 而且这个细胞纸是心甘情愿的被他拉下水 那这这后面啊 所以这这个风险 我估计还没有引起大家足够重视啊 呃这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啊 先分析到这里啊 其他的我们不再展开了 这个有有其他视频在谈 先说到这里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订阅分享拜拜